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题,那一刻,我们光荣接受简略。 开栏的话,为深入学习宣传,灌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即日起开设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连续播发13篇稿件,以习主席接见过的官兵回忆的形式,还人重要历史时刻。 从基层视角宣传,阐释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发展历程,重大意义和指导作用。 展示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 今日播发第一篇稿件那一刻,我们光荣接受简略,敬请关注。 新华社记者黄书波,解放军报记者李建文。 当抗战老兵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习主席率先洗身,向老兵们挥手致敬。 回忆起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情景。 现已93岁的新四军老战士石宝东,记忆留心。 那天,我就在离习主席不远的天安门观理台上,面向阅兵方阵。 我举手敬礼,一直坚持到阅兵结束。 时至今日,老人仍然很激动。 我这军理,是向牺牲的老战友报告,祖国强盛了,军队强大了。 石宝东说,我更是向习主席表达敬意,是他带领我们迈上了强国强军的新征程。 中国将裁剪军队员额30万,起初,我并不知道去北京要见习主席。 石宝东说,能够参加93大阅兵,是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阅兵前一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石宝东作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应邀出席。 习主席亲手把一枚沉甸甸,金灿灿的奖章挂在他胸前。 习主席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勾起了石宝东,对抗战岁月的回忆。 增几次落泪,老人感慨万先,落后就要来打。 强国必须强军,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 谁来守卫我们的幸福生活? 习主席在讲话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将抬减军队员额30万。 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是很震撼的。 讲到这里的石宝东难掩激动。 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来看,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是着有成效的。 从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的将军领队邓志平回忆说,听到这一重大决策,我很振奋。 意识到改革强军,即将迈出更大步伐。 在阅兵分裂式上,邓志平带领白任格斗英雄联姻魔方队正不通过天安门,接受了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阅兵结束后,他被任命委员成都军区副参谋长。 报道的第二天,他就接到命令,参与西部战区筹建工作。 如今的邓志平,担任西部战区副参谋长。 他对记者说,别看都是副参谋长。 但地位作用和过去有很大区别。 现在的我,专司主营打仗。 空军三届金头盔得主蒋家继,作为阴谋代表,也现场聆听了习主席重要讲话。 在这轮改革中,蒋家继所在航空兵师,进行了改编。 与兄弟单位,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作战体系。 实现了扁平化的指挥体制。 既瘦了身,更是强了体。 据蒋家继介绍,自改革调整以来,他们部队充分发挥心体制下练兵备战具和效应。 按照以上统下,以天带地,互为对手,深度融合的路子。 组织所属部队常态化开展合同训练。 对比验证各型武器装备性能。 严练空中进攻作战,要递联合防空等合同战法。 锤炼部队联合作战指挥筹划合作战能力。 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2017年7月30日,中国军队在诸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的沙场阅兵,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习主席在阅兵时的讲话,依然萦绕在时任中部战区陆军某团团长刘军的耳畔。 刘军清晰记得,在接受习主席检阅时,他代表左翼攻击群发出左翼攻击群。 敬礼,的响亮口令。 当时,我们攻击群九百名官兵仰手摆头,向最高统帅行注目礼,心头倍感荣光。 庆祝建军九十周年阅兵,是我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 视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 刘军兴奋地说,更令人振奋的是,在人民军队建军九十周年之际,亲耳聆听习主席,向我们发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号令。 那天,空军某部飞行员汤海宁和战友驾驶三架歼20,五架歼16,从赛北某机场起飞,与七架歼11B,组成先行战斗编队。 飞临检阅台。 汤海宁回忆说,这次授月经历,一直激励着我们飞出更加壮美的航迹,向着强军梦想正式纷飞。 2001十八年以来,空军歼20飞机正式列装,开展了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多机种空战对抗,夜间夜战训练,并参加了空军红舰系列演习,成为空军战略转型的新型作战力量。 航母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而舰载机则是航母核心战斗力的关键要素。 2013年8月28日上午,习主席顶峰茂宇,来到海军某舰载机综合试验训练基地。 观看舰载机滑越起飞,阻拦着陆训练。 舰载机上舰飞行着陆,是航母形成战斗力的关键。 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参谋长徐英回忆说,观看完训练后,习主席走到飞行员中间。 与我们一一握手。 勉励大家在接待力,深入钻研,勤学精炼。 早日成为优秀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 五年多来,飞行员们牢记统帅嘱托。 搏击海天,加力纷飞。 一批批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的优秀舰载机飞行员脱颖而出。 在2018年4月12日,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习主席又查看了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飞训练情况。 徐英不无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个起飞的。 海上阅兵那天上午,辽宁舰航母编队精彩亮相。 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战飞机、爱作战编组,以排山倒海之势破烂而来。 接受统帅检阅。 习主席在检阅舰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 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降的世代夙愿。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南海海域海上阅兵结束后。 辽宁舰和数艘区互舰、多架歼15战斗机、多型舰在直升机组成航母编队。 在巴士海峡以东的西太平洋某海域,展开背靠队综合攻防对抗演练。 标志着航母编队远洋舰机兵力协同运用向深度拓展。 锻造赵之吉来、来之门战、战之必胜的精兵精旅。 没想到习主席和我们一样。 按照战斗要求身着迷彩服,登上了检阅台。 驻日和沙场阅兵。 让担负护齐方队国旗手的郭凤通深受触动。 剩下的草原吉木青天。 火热的沙场骨角正名。 由29辆猛士车、200多名官兵组成的护齐方队。 缓缓通过检阅台。 接受习主席检阅。 中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盟旅长郑志舟,曾三次参加阅兵。 他激动地回忆说,2017年的沙场阅兵意义尤为特殊。